华尔街日报引述十多位中共官员和政府顾问的说法 透露蚂蚁集团原定在上市的几周之前 中共的一项调查发现 蚂蚁集团的招募书掩盖了其股权结构的复杂性 报道指 蚂蚁集团很多的投资者都是红二代 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在香港创办的博裕资本 博裕资本先在上海成立子公司 再由子公司迂回投资北京金管投资中心 再由这家私募基金投资蚂蚁集团 另一名蚂蚁集团的秘密投资者是贾清琳的女婿李博潭 由他控制的北京昭德投资公司 多层投资三家公司 最终由重负投资入股蚂蚁集团 报道还说 很多马云的朋友隐藏身份 由第三方基金投资蚂蚁 还有人透过亲属见解投资 例如 外向控股副董事长萧峰 由妻子出面投资致富上海投资公司 再由该公司投资蚂蚁 蚂蚁集团在上海香港的上市计划 最终被习近平叫停 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认为 蚂蚁集团上市的这块大肥肉 各路权贵 想方设法分一杯羹 其中包括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大鲨鱼 这些红二代呢 想的是自己的钱袋子 而习近平呢 作为长度人 他看中的是中共这艘船 会不会因为蚂蚁上市 被搞出个什么金融监管大窟窿 就把中共这束破传给弄成了 所以从深层来看呢 这双方的利益是对立的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 习近平担心这些红二代 赚取丰厚的利润造成贫富悬殊 将削弱他的扶贫计划 又分析持不同看法 这个我倒不觉得跟扶贫有什么干系 对习近平来讲呢 扶贫只是他的一个政绩 他要脱贫 底下怎么整都可以让脱贫 圆满完成 这跟蚂蚁上市没太大关系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 在历经上市波折后 彭博社一月底表示 蚂蚁集团的估值将降到 1080亿美元 较去年估值3200亿美元 下跌约66% 新唐人记者陈汉 林岑新 刘芳采访报道